浇的时候一点往里面 这样来放一点 水有多烂的 冰沙 酸料的感觉 稍微大一点点 如果家里有自然水的话 就是一个小水管 你水就往虫里面走就行 所以虫里面什么地方就出去了 你看你水不往虫 马上上面走就怎么这么容易 这个是对方煮的 那不用加水 马上就不快了 在浇的时间大概在一分钟左右一分钟左右 这个具体在每个新铁的时候有分一点点的差异 可能一分多一点点 可能还不乱水 可能一分钟左右 浇的时候你自己看得到的 它慢慢的这里一转 然后慢慢的水吧 慢慢的水 浇的干净程度就起来一种水 想干净一点就多浇不了的 要很密集包也就有更多的 那你们只要能慢慢的浇的水 看你们的出场水 这个没有灰烬 那直接大概这一分钟 好 你看那碗里面的一个人的一个人 你只要不停烈放水的话 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用个清水痕装个清水痕来接一下 也可以不接 好 我们现在这个碗里削好了 干净了 放过来 一开门就用出来 要关上了 要直接往里面削 你看一下 这基本上就是要须稳就可以了 须稳 这个 这个是马鞋的品质问题 这个是马鞋的败质问题 这个是马鞋的败质问题 这个不是那么加干净的 这个败质问题 这个是品质问题 这个基本上是须稳的 这个表面也是很光滑的 有一點麻雀